託馬斯愛迪生是舉世文明的大科學家之一 自從他發明了電燈以來,已經有120多年 其間電燈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好像這盞燈一樣數以百萬計的電燈 照亮了很多大都會 電燈已經成為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然後是月光 還有另一種光源 等一 recap 細ато看一看 這盞燈是暗中發光 非常小小的燈 它的功率很强,又很光 但是這盞燈的光源和電燈是完全不同 其實它根本不是一盞燈 而是一隻小動物,營火蟲 這個小東西發光,但是沒有燈泡 它不用用電,但是擁有甚至更高超的技術 它比燈泡的效率更高 燈泡只能把10%的能量轉換成光 其他90%的能量就變成熱而消失了 但是營火蟲就能利用它幾乎100%的能量來發光 營火蟲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 是因為它具有完美無瑕的發光機制 它的機體裡含有一種叫做螢光素的特殊化學物質 以及叫做螢光煤的一種煤 這兩種化學物結合一齊 將它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釋放出來 這些複雜的分子是特別設計用來發光 構成這些分子的原子作用 是按照這種設計來確定的 這種生物化學的設計缺非偶然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它是真主特別創造的 正如阿拉悔與所有生物各自不同的特性一樣 它也教授營火蟲發光 這樣的話 營火蟲為何能運用這麼先進的技術來發光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細心地觀察成群的營火蟲 這些營火蟲使我們感到 我們好像走在星光下面 但你所看到的不是星星 而是成千上萬隻的營火蟲 這些光對於營火蟲具有重大的意義 彼此之間進行交流 有史以來 人類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交流 其中之一就是莫爾斯密碼 它由混合的長短信號構成 用於發放、接收、電報 營火蟲利用光訊號來交流 是與莫爾斯密碼相似的方法 紅性營火蟲通過不斷發光 向黏性營火蟲傳遞訊息 它的資訊包含在一種特殊的密碼裏面 紅性營火蟲運用相同的密碼 回應紅性營火蟲 由於這些彼此間資訊的傳遞 紅性和黏性營火蟲在一起交配 營火蟲一出生就知道用這種方式傳遞訊息 並且懂得其他營火蟲發出的資訊 並且懂得其他營火蟲發出的資訊 簡單來說,我們在漆黑夜空中 看到成千上萬隻營火蟲 每一隻都是一個設計的品質 這個非凡的設計創造者就是阿拉 所有生物的創造者 在百慕大海灣的夜晚 有時會出現燈展 日落之後,海面上出現了很多迷人的燈火 這些燈火是來自海面上玩水的癡性海蟲 癡性海蟲將體內產生的兩種化學液體混合起來 這些動物竟然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化學物來發光 簡直是奇蹟 它的結果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燈展 痴性發光的目的就是吸引熊性的注意 發出微弱亮光,正在接近的是熊性海蟲 十分鐘過後,海面上已經佈滿了數以百計發出亮光的癡性海蟲 如果熱光從雲層走出來,照亮了海面 它就會回到海洋深處 二十分鐘後,燈展就結束了 如果我們想看到動物真正利用光進行交流的地方 我們就不能夠不去到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即是海洋深處 這艘特別設計的潛艇能夠潛到六百米深海 太陽的光線是沒辦法穿透二百米以下的水域 這裏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這裏的壓力是海面壓力的二十倍 或者你會這樣想 沒有生物能夠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但如果在潛艇的外面發出光的訊號 就會出現了一幅迷人的畫面 你看到的就是動物以光回應的情境 動物在這片黑暗中以光的方式進行交流 仔細觀察這些靠近的動物 你會看到崇維亞和造物的絕妙之處 這些發出紅色亮光令人驚嘆不易的動物 是海捷的一種 另外一種生活在靠上一層水域的海捷 製造的燈展就好像藝術畫廊 為了充分欣賞這個燈展 我們必須關閉前提上面的燈火 我們必須關閉前提上的燈火 為了充分欣賞這個燈展 這裏是另一種奇妙的動物 它利用自己製造的光閃閃發亮 這裏是另一種海洋動物 它一邊游一邊轉動身體來發光 沒有人知道這些光的意義 這些動物都是海洋 它的身體十分柔軟又十分鬆弛 它們絕對不會有思想或者理智 它們也不知道光在它們的體內是怎樣形成的 認為擁有如此微妙機體複雜的動物 是產生於偶然的想法實在是很荒唐和可笑的 這些動物是按照特殊的設計而創造的 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裏為何我們這樣說 這幾百米深海中的燈展 在我們展示了阿拉的無限毅力和無窮好妙 它的創造超然長絕 大地和海洋中的物物都是屬於它 它擁有無窮的智慧和無限的能力 有一節古蘭經文這樣說 它就是阿拉 創造者 造化者 副營者 它有很多極美的稱號 天地間的一切都贊重它 它是萬能的 是智慧的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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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时会在家、在乡下或在公园里面 这种小动物很少会引起人们认真的注意 然而它却是阿拉创造绝妙完美的体验之一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细心地观察蜘蛛 讲起蜘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网 这些蜘蛛网的设计令人惊叹不异 蜘蛛网包括它的结构能够和所有相关的结构资料 如果将蜘蛛放到似人那么大,它所编织的网就可以高达150米 这个高度和50层的摩天大厦一样高 如果蜘蛛大到能够积出一张50米的网 这个网的强度就足以留住一架巨型的客机 这样蜘蛛又怎会接触到具有如此特性的网呢? 为了能够成功,蜘蛛首先要像工程师那样 画出网的蓝图 这个是因为如果没有蓝图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积出那么巨大而又非常坚固的网 就好像建筑工程师一样,画好蓝图之后 蜘蛛还必须要计算出网各部分应该承受的力 否则网就会倒垒 如果思考一下蜘蛛织网这件事 就会发现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蜘蛛首先将织好的网彈射出去 然后气流将它带到一个能够黏住的固定点 于是蜘蛛的工作就开始了 大约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一张网 你现在看到的蜘蛛过程是用快速60倍摄影机拍摄的 蜘蛛先从中心的位置 便周围拉出确实正硬的蛛丝 这样就完成了蜘蛛网的骨架 然后蜘蛛利用松弛黏贴的蛛丝 完成从内到内一圈一圈的蛛网 现在网已经织好了 蜘蛛丝和蜘蛛网本身都是一个蜘蛛 蜘蛛丝的强度是同样出世钢丝的伍佩 蜘蛛丝的张力是每平方位150吨 如果蜘蛛丝制成直径30多米的成素 它可以承受150架卡车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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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学家模仿蜘蛛丝制造出 海夫拉尔纤维 用来制造防弹E 以每秒150米速度飞行的子弹 可以射穿它所击中的大多数物体 但是就不能射穿由海夫拉尔纤维造成的植物 而蜘蛛丝的强度就要等于它的十倍 蜘蛛丝比人的头发更小 比棉花更轻 但是比钢更坚硬 它被世界公认为最坚硬的材料 钢是人类所能够得到最坚硬的材料之一 是由重工业工厂利用铁和高路 经千度以上的高温链制而成的 它特别地设计成非常坚硬 广泛地应用在各种结构 高楼大厦和桥梁的建设里面 蜘蛛吐出来的丝是钢坚硬度的五倍 但是它既没有高楼也没有技术 它是一只没有智慧的小动物 这样一只小动物套出来的丝 竟然被钢坚硬 而且和建筑工程师一样 利用它来制成自己的网 人们通常认为蜘蛛是结枉猎食的动物 但是这种叫做杀网猪的蜘蛛 并不等待猎物入网 它建造一个活动的陷阱 它通过每分钟运动200次 制造出特别的蜘蛛丝 它将这些丝巧妙的编织在一起 于是这个致命的陷阱就准备好 它埋伏在蜘蛛经常出没的地方 它尖锐的眼睛 可以看到陷阱最轻微的一下动动 它用特殊的蜘蛛丝包裹着蜘蛛 之后它用特殊的蜘蛛丝包裹着蜘蛛 把蜘蛛丝处手摣它 use 一片都有搭裹着蜘蛛丝 only 但其实 Users 放着蜘蛛丝 蜘蛛一夜之间抓到一个以上的蜘蛛 每一只蜘蛛丝都要继一张网 它子线继是设计的奇迹 蜘蛛丝基本就不可以脱子 另一種星群珠捉到獵物的方法,是真主創造的另一個奇蹟 這種蜘蛛利用一種不可抗拒的方法,吸引它的獵物,紅蛾 它吐出的絲被鋼結實,它的蜘蛛絲佈滿了黏稠的微滴 它將蜘蛛絲從樹上沿垂下來,好像一枝釣魚竿 不停地搖動,很有耐心,就像一個釣魚的人 它有一套吸引獵物的高明把戲 蜘蛾釋放出賀爾蒙之順素吸引紅蛾 蜘蛛亦都發出這種氣味,並且將它放置在它的陷阱 即是釣魚竿的頂部 紅蛛又怎能不能落入它的陷阱? 紅蛾可以當紅蛾被詠欺獵物的陷阱 一样 他的办法非常之灵严 捏蜜被捉住了 你现在在萤幕上看到的 是痴蛾释放的荷尔蒙资讯素的化学分子色 这种物质具有很独特的化学分子色 只可以在痴蛾体内才能找到 倘若我们想制造这种东西 我们就要利用先进化学实验室 经过很多步骤才能达到目的 假定我们设想蜘蛛运用自己的智慧 来制造这种荷尔蒙 这样他就不能不采用 相信我们所说过的方法 他必须首先找到一只痴蛾 并且要研究一下他是如何吸引到熊蛾 然后他还不能不在熊蛾身上 采集这种资讯素的样本 他还一定要研究这种资讯素 并且还要按照他发现的分子色 来进行很多实验 然后他一定要将最终获得的化学物 放在成熟的顶端 但是小小的蜘蛛 既不具备实施这个程式的智慧 又没有受过教育 更加不会拥有先进的化学实验室 那么这只小蜘蛛 究竟他怎样能够像化学家一样 制造出这种资讯素呢 他又怎样会想到 将这种资讯素黏在蜘蛛尸的顶端呢 纯述的这些问题导致一个明显的真理 这种化学的资讯素 这种化学的资讯素 製造它的蜘蛛 和利用它来捕食的蜘蛛 都是阿拉的创造 这些事例又一次揭示了阿拉创造的绝妙 它是整个宇宙和其中一切生物的主材 另外一种运用非常聪明的办法来捕食的蜘蛛 是活板门蛛 这种蜘蛛不像其他蜘蛛 它不结網 而是从地下的洞穴进行捕食 它先为自己在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利用蜘蛛丝和泥土 造成一个圆形的盖 覆盖在上面 它将盖子的一端 好像活叶一样黏在地上 它又将蜘蛛丝从洞里拉到外面 然后用泥土或者草叶 偽装好蜘蛛丝和洞穴的入口 由于这个系统 它能够感觉到洞里面最轻微的震动 并且可以直接走到震动发出者的位置 现在这个陷阱已经准备就绪 这一只昆虫走近了陷阱 尸毫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 成为了蜘蛛的獵物 这一只蚂蚁正在信心十足地走过这朵花 然而这朵花正正就是蜘蛛设下的陷阱 但是既无思想又没有推理能力的蜘蛛 为什么竟然产生了设置陷阱 并且在它的外部安装了早期的预警系统的想法呢 又是谁教了它通过模仿地上的花朵 来异装自己的动液呢 更有趣的就是 每只蜘蛛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种类的捕食方法 这一只有小的星随珠 已经制成了它的第一个套索 这一只蜘蛛甚至比你的手指尖还要小 而它的套索比太头针的头还要小 这一只刚出生的撒网珠 已经织好了一张细细的网 这一只有小的蜘蛛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就已经是一个工程师 在一个小地方同时有很多幼小蜘蛛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一些小问题 但最终都会一起井沿有在 这些幼小的蜘蛛不久将会离开它们的母亲 去建造自己的巢园 毫无疑问 这一切都表明了蜘蛛受到启示来到积枉 来到设置陷阱 是的 众世界的主宰 创造了这些具有奇妙特性的动物 并且提示他们怎样去生活 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Problem 雷蛛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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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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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五十五度攝氏是一個浩熱的高溫 一望望濟的沙幽伸延到很遠的地方 這裡有吞噬一切的沙布 它會使人窒息而死亡 對於被困在裡面而又沒有防護的人來說 沙漠意味著死亡 在沙漠的環境裡面 只有那些特製的車輛才能夠存在下來 任何想在灼熱沙漠條件下工作的車輛 都不能夠不設計成適應這些條件 並且能夠戰勝沙布 除此之外 它還必須能夠走很遠的路 而只是消耗很少的營料和水份 能夠最有效地克服這些困難條件的機器 根本不是車輛 而是動物 駱駝已經為沙漠的民眾服務了很久 並且已經成為沙漠的象徵 沙漠的炎熱對於其他動物是致命的 除了極少數的昆蟲和爬蟲類動物 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動物 動物根本沒有辦法在那裡生活 駱駝是唯一能夠生活在沙漠的大型動物 阿拉特別創造了它 使它能夠在沙漠中生活 並服務於人類 其實阿拉在以下一節經文中 提醒人們注意駱駝的創造 它們沒有觀察駱駝 它是怎樣被創造的 當我們觀察駱駝如何被創造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每一個細微的部分 都是創造的奇蹟 在這麼灼熱的沙漠裏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飲水 但是那裡就很難找到水 在無緣的沙漠裏面 也幾乎不可能找到食物 鑑於上述的情況 任何能夠生活在沙漠中的動物 都不能夠不忍耐飢渴 確實駱駝已經被創造成為能夠忍耐飢渴 駱駝可以在攝氏50度的氣溫中 不吃不飲生存長達8天 當長時間不吃不飲的駱駝 發現了水源的時候 它可以將水儲存起來 駱駝可以用十分鐘的時間 喝了相當於體重三分之一的水 這樣意味著它能夠一次喝了130公升的水 儲水的地方就是在駝峰 那裡還能夠儲存大約40公斤的脂肪 由於這一點 駱駝可以不吃任何的食物 而在沙漠中旅行很多人 沙漠裡面的食物 大多數都是很乾燥和有刺的 但是駱駝的消化系統 已經被按照這些艱苦的條件來創造 它的牙齒和嘴唇 被創造成能夠很松茸地吃了最尖利的刺 它獨特設計的胃 能夠消化沙漠裡面一切的植物 沙漠裡面會突然間刮起鋒利 沙漠裡面會突然間刮起鋒利 接種而來的就是沙布 猛液的沙布使人家窒息 而且增加開眼睛 但駱駱已經為駱駝創造了一套防護系統 使它能夠受得住這些艱難的條件 駱駝的眼皮保護著它的眼睛 不受沙塵的傷害 而且它的眼皮是透明的 使得它甚至在閉著眼睛的時候 都能夠看得見 它的眼睫毛被創造成很長 和很粗 可以阻擋沙塵進入它的眼睛 駱駝的鼻子都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當沙布刮起來的時候 它的鼻孔由特別的蓋子密閉起來 任何在沙漠中旅行的車輛面臨最大的危險之一 就是陷於其中而不能自拔 但駱駝面前就沒有這類的危險 即使負重幾百公斤都不怕 因為它的提子是專門被造成能夠適應沙漠 它寬大的提子避免陷入沙土之中 它的功能正是好似雪地的鞋一樣 它的長腿使它的身體遠離沙漠暢烈的地面 它的身體覆蓋著很厚而又結實的皮毛 它保護著駱駝既不怕火熱熱太陽的照射 亦都不怕日落後煞煞的寒風 駱駝身體的某些部分覆蓋著很厚 而且具有保護性的多層皮膚 這些很厚的多層皮膚 生長在那些它要坐在地上時接觸到的唐人部分 這樣就可以避免抹傷駱駝的皮膚 這些多層的厚皮膚並不是長時間磨成的厚皿 它們是駱駝與生俱來的 這個特殊的設計 凸顯了駱駝被創造的原理 讓我們來思考一下 以上我們看到駱駝的全部特徵 它特殊的內肝渴的系統 能夠使它很長時間不需要飲食的駝駝 可以使它避免陷入沙土的蹄子 它的透明眼皮 以及能夠保護它眼睛不受三粒侵害的眼睫毛 它的具有特別防沙設計的鼻子 它特殊能夠吃得到荊棘和沙木植物的嘴、唇和牙齒 它幾乎可以消化任何植物的消化系統 它特殊可以保護它的皮膚 不被燙人的沙粒燙傷的厚皮膚 它特殊設計能夠放熱又乳寒的皮膚 它的這些特徵 沒有一樣是能夠用進化論的理論邏輯來解釋清楚 駱駝的全部特徵顯示了一個明顯的真理 駱駝是阿拉特別創造的動物 使它生活在沙漠 並服務於在那裡的人 在本片中 我們已經游騙了從海洋深處到炎熱的沙漠 直到亞馬遜的熱帶雨林 我們在旅途中所見到的這些動物 使我們見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阿拉偉大的力量和它所創造萬物的斑斬 都清楚地展現在宇宙的每一個角落 阿拉在下面的一節經文這樣說 你們唯一的主是阿拉 除它外絕無應受崇拜的 它是周知萬物的 阿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